6700点的澳股有何目标可循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3月5号星期五 周四澳股是走出了波动行情 煤炭厂商WHC再次出现在上涨身影当中 那目前WHC冷漫身处盘整区域 那对于WHC而言 其近期的上涨除去是因为身处能源板块之外 另外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前期股价所受到的巨大压力 正在得以缓慢释放 那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 全球股市的主题与节奏是在进行股价之上的修复 那当前杀估值的环境 对于在2020年因疫情而冲高的科技与医疗股而言 非常的不利 而这样的环境却会为银行板块提供较强基本面之上的支撑 那AN在昨日涨幅超过2% 那在昨日翻红的身影当中 IOG不幸领跌全市 对于IOG而言 其下意支撑是在6块左右 那因为近期因为各种因素 而致使贵金属的价格持续承压 因此对于大宗商品股而言 他们也将陆续感受到压力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调整幅度同时超过2% A股大盘是再度来到3500点的大关 下方3460的支撑非常重要 而对于A50指数而言 17500这样子的支撑价位同样不容有失 美国时段纳斯达克领跌三大股指 特斯拉下翼支撑是在580上下 而未来汽车是会在35附近 那货币方面美元指数反弹至近期的高点 那如若美元继续走强 股市料将承受更大压力 贵金属依旧疲乱伐利 此时一观望而飞去抓取波段 那今天晚上投资者朋友们将会迎来 经济数据当中最为重要的新一期 美国非农数据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认可跟喜欢我们的朋友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ets的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